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外门大学 今天我们继续往下学习 原音字母的开音和避音情况 之前我们讲了五个原音字母,对吧 A,A,O,I,U 五个原音 之前我也说发开音的情况 发开音的情况,你还记得是哪几个情况吗 发开音的情况,就是这五个原音 在它字母表当中,它本来的名字 就和在字母表当中的发音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避音呢,还记得吧 避音的时候,其实你不用管这两个字母 为什么,因为我们去讲这两个字母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开口程度 是不是已经到了最小了 所以说,不管它的口型大小再怎么变化 它的声音是不会改变的 发E一直就发这个音 WU也一直都是WU的声音 所以说,你不需要去管这两个 在语音术语上 大家还给它起了一个名字 叫做非变化因素 强调三个词啊 三个字叫做非变化 非变化因素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三个字母 A A O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原音 A的开音情况 我们之前说过,发这个第一个音的时候 它是跟人体的一个声音非常接近的 对吧 让别人掐你的时候 你的第一反应 A 对吧 A 这个时候嘴巴打开 你的口腔气流呼出来 这个时候发音是最清晰最饱满的时候 这也是它发的开音的最明显的 最直观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来看啊 如果处在单词当中 它应该在什么情况下要发开音呢 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情况 嗯,我们说 带有开音符号的时候发开音 我们之前是不是学了一个符号啊 这个符号,对吧 嗯,当它出现在原音字母上面 表示这个原音字母发开音 也就是发它在字母表里的音 那你看 我们在进行发这个音的时候 因为之前我们已经学过 辅音和单个原音的拼读 我们是不是可以试着读一下啊 那你来看 第一个 第一个 现在它已经不是音节了啊 我所写的这些已经全都是单词了 所以你想一想 葡萄牙语是不是还是挺容易学的 其实它的发音规则 这个规律性还是很强的啊 我们来看 你可以试着拼一下 第一个叫做 一定要注意啊 想不起来的可以回忆一下前面的内容啊 字母塞碰见 啊 哦 嗚的时候 叫做 卡 ko ku 对吧 嗯,我们再来一遍 嘛 la ka da 然后下来 然后下来还有一个单词啊 进行分音节之后 这个地方是不是中读位置啊 那么我在进行读的时候 哦 la 对吧 把它中音落在这个音节上 这是第一种情况 带有开音符号的时候 它要发开音 带有开音符号的时候 发开音 我们再来读一遍 ma la ka da 当然了啊 如果你手边 嗯 有草纸或者笔的话啊 你可以做一下听写 老师在读的时候 哎 咱们这里介绍一个小方法啊 叫做听写 哎 什么叫做听写呢 小时候那个听写 都是去考你意思的 对吧 啊 进行单词听写啊 生字的听写啊 就是看你这个单词 会还是不会 咱们这里所说的听写啊 不是一种考核 不是我去考你啊 你这个单词会不会写啊 你这个拼写 是不是写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我们是一种 熟悉这套语音标记规则的一种方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写的时候啊 我在读的时候 ma la ka da 因为我读的不是很快 对吧 你可以去凭感觉 去写 听着这个声音去写啊 就是我在读ma 你就随便 你觉得应该用什么字母去标记它 你就怎么去写 写完了之后呢 你再去按照我们版书上面的情况去对照 如果不一样的话 你就在那个单词旁边 再重新再写一个正确的形式 为什么要进行这个工作呢 因为你进行了这个工作之后啊 在你的大脑当中 会逐渐修改你的标音系统 因为你现在听到一个声音的时候 就这个声音 它代表一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声音是怎么进行书写呢 你是在用英语或者拼音 或者说你学过其他的语种 可能你用其他的语种的标音体系 在进行标记 但现在你要学了葡萄牙语 你要改成这套标音体系的话 它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这个过程并不是你去学习去背来的啊 它是在逐渐的这个听写核对的过程中 逐渐修改过来的 所以说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你们可以试一试啊 这个是你将来练习听力的第一个基础啊 叫做单词听写 要记住 这个听写不是用来考你的啊 不是用来考你的 有些同学写着写着就不太烦了 就说哎呀老师 我现在前面还可以啊 你念我都能写对 后边单词长的时候 我没有几个能写对的 这也没关系的啊 就是你在逐渐的去更改你的标音体系啊 这并不是为了难为你啊 或者去考你 好我们继续往下来啊 刚才说过了 带有开音符号的时候发开音 那么我们来看 处在中读位置的时候发开音 哎你发没发现啊 刚才单词在进行了 这个音节划分之后啊 你都可以通过他的词尾 或者看他有没有符号 去找到他的中读位置 对吧 哎不带符号的单词 咱们现在说的这一条 他有一个前提啊 说的是不带符号的单词 但是带符号的单词 他就已经落在他的那个 那么这个音节就叫做中读音节 那同样的后面这个音节就叫做非中读音节 那中读音节的R应该发开音 这个很好理解啊 所以咱们这里也再多说一句 那么非中读音节上的R就应该发B音 还记得吧 发B音的时候 哎就是还是发A的声音 但是口型没有原来那么大了 声音也没有刚才那么饱满了 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 Mala Mala 那我们来看第二单词呢 Lad Lad 第三个单词啊 Fal Fal 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开音闭音的不同啊 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单词啊 那这种比较长的 你们现在的这个水平 去分 去分音节的时候 去读两个音节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音节一长的一定要分 我们来看一下啊 从这开始 U和E之间有一个 一个跟后面 E和A之间有一个 A和A之间有一个 以A结尾的中音落在到2上 要注意一点啊 这个原音字母A 它的弱化情况比较多 当它出现在 这里先说一点啊 当它出现在单词的最末尾 又不中读的时候 这时候它会发生A的声音 发生A的声音 但是发的时候 不要像英语那个卷舌啊 不要卷舌啊 所以你看读的时候 不要太重 一定要一带而过 Unidad Unidad 不要发生Unidad 这个就有点太重了啊 我们来从头读一遍 Mala Lad Fala Unidad 好我们再来一遍 Mala Lad Fala Unidad Mala Lad Fala Unidad 好我们从头 把整个的这个单词 再读一遍 Mala Ka Da Ola Mala Lada Fala Fala Unidad 好 我们来看 除了A发开音的情况 A还有一个B音的情况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一点点 对吧 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 在不带符号单词当中 或者带有符号单词也没有关系啊 除在非中读位置的A 要发B音 要发B音 除在非中读位置的A要发B音 还是刚才的那几个单词我们再回顾一遍 第一个要读 Mala Mala 第二个 Lada Lada 第三个 Fala Fala 最后一个 Dia Dia 哎 你看啊 这个都是两个 一个开音和一个B音的比较 我在读的时候 Mala Mala 对不对 是不是前一个发的特别清楚 后一个没有那么清楚啊 然后 你看有很多书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这个A发成了A的声音 其实没有啊 这个A还发的是A的声音 但是当你一闭嘴 它听起来面貌就有点像A 所以说这个没有关系啊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可以 我们再来一遍 Mala Lada Fala Dia 然后我们看它第二种情况啊 发B音 B音 有一个标志对吧 什么标志啊 哎对了 叫做B音符号 B音的标志叫做B音符号 我们来看一下 当这个A上面带有B音符号的时候 它虽然处在中读位置 因为符号这个位置叫做中读位置 对吧 但它要发B音 哎 有的同学说 老师这个 它处在中读位置 它怎么要发B音呢 那怎么发呀 哎 其实这个本质上是两回事啊 我们进行单词的音节划分之后 你会发现它画出来是不是三个音节 这个单词它也是三个音节 重音就落在重音位置上 那中音位置上 它表示那个音节是这个单词当中最重要的部分 然后这个B音呢 表示这个字母在这个位置上 发音要发B音 其实它们两个并不矛盾啊 发来 你看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单词 发的时候是这样的 不要发成 不要把嘴巴打开啊 第二个单词 Animo Animo 不要把嘴巴打开 发成Animo啊 你会发现这个语音其实很好学的 它和你的口腔 开闭和舒适程度是相一致的 你想把嘴巴打开的时候 你的脸颊是不是会特别用力 特别的不自然 对吧 所以你发的时候 Dania Animo 很自然的 就会发生B音 好 我们往下来看啊 第三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 这是一个 比较麻烦啊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处理 它要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个啊 它必须要满足 A出现在MN的之前 A出现在MN的之前 然后呢 要满足第二个条件 它们俩分音节啊 分音节之后 还不能与MN的分在一个音节里 为什么啊 因为之前咱们讲B音的时候 提过对吧 这个东西分在一个音节里了 表示什么呀 表示这个R在这时候发B音 所以说这个不能分在这里边啊 然后这个R呢 又得处在中毒的位置上 三个条件全满足 这个时候的R虽然处在中毒的位置上 但是它不能发开音 要发B音 如果我们看第一个啊 是不是满足这种情况啊 你看 两个原因之间有一个福音 福音跟后边 对吧 以R结尾的中音落在这 这个R你看 显然分音节的时候 它不跟这个Anna 分在一个音节里啊 对吧 不分在一个音节里 它是不是就满足这个条件 读的时候 以R结尾中音落到二 读的时候 那它这个时候 不能再发成开音Ana 这就非常难听了 对吧 你一定要发成Anna Anna 嗯 我们再看第二个单词 也同样的道理 什么 什么 第三个 那么 那么 第四个 banana banana 哎 你会发现啊 这个单词有的 有的同学会问了 老师这个单词的意思是香蕉吗 对 是香蕉啊 就是和英语是一样的 嗯 你会发现 其实真正的普语 他在去读单词的时候 如果他跟英语非常接近 他大致读出来的声音 也是有一点点像的 他不会有那个 十万八千里的那样的差别啊 我们来 从头来再读一遍这个 Mala Lad Fala Dia Dania Anim Anna Sama Lama Banana 这个 或者很想折 Mala songs 其实 我们 门 肯不得了 这是 我想 都 想 是 任